来咨询 因为文美集团也是美国非常著名的 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他们这个全美是有12家的办公室 是为华人朋友提供这个教育的服务 那么文美还提供美高学业的规划服务 大学申请规划 还有ACT SAT的标划考试培训 可以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补习 那么文美集团同时呢 也是美国总统一工奖官方认证机构 UC加大官方合作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的 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呢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来添加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18888-789-09-42 好的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 每高四年要怎样来选课 其实刚才万博士讲到了这个课程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下面就正好请万博士来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高中四年 美国高中四年 这个选课的这方面的学问到底是怎么样 万博士 好的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整个体系 教学体系 是从高中就已经开始了 进入了这个自由选课的这种阶段 那就是说很多课程并不是学校固定的 是吧 说你直接去上就可以了 每年大概三月份四月份左右 学校都会通知你要进行下一学年的课程选课安排 是吧 那么当然学校也有counselor来给你提供一些个建议 但是大家在说选什么课之前 我首先要明确一点 就是你想选什么课 他很多情况下都是有一些前置课要求的 对 所以前置课要求的话呢 就是你必须完成了某一个阶段的课程 你才会去选另外一个级别的课程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所谓的其实这种规划就非常重要 所以这里边我顺带也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时间做规划 对于美高来说 起码说不掉队吧 起码说不掉队 不能说你当然是越早越好是吧 那最早才好 那么但是呢 那有些家长他说 那我最晚什么时候 那我今天就回答你一个最晚的问题 那最晚的话呢 其实我是一般建议七年级八年级 一定要开始了 为什么七年级八年级一定要开始了 这就跟现在这个选课有关系 这个选课不是你说我想往哪里选 我就可以选到的 对 是吧 就是因为你有前置课的要求 那么你怎么能达到像刚才咱们说的 十门到十五门课 AP课的数量呢 对吧 那你十门到十五门AP课什么概念 那基本上你这个 你说的直接一点 你可能把大学的大一的课 甚至大二都快上完了 都上完了 对不对 你提前上了这么多课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超前学习的概念 你要想实现这个超前学习 是不是 提高你自己的竞争力 那不是说我九年级 我七年级八年级 别人都不管我 这个学校也不管我 我九年级我想报什么课 就一报就能报上了 我直接报AP课行不行 很多学校是不给你这个机会的 是吧 所以呢 你怎么能拿到这样的机会呢 首先你得向学校证明你能拿到AP课 那AP课已经是属于大学课这个级别了 你普通高中课你都没上 或者说是不一定上 那起码你得有方法能证明 你具备上AP课的这种能力才可以 那么怎么具备这种能力啊 所以这就跟你七年级八年级的准备 有很大关系了 你七年级八年级怎么选课 你七年级八年级怎么实现超前学习 你把这个一个是用成绩单来向 九年级的老师来证明 我可以超前学习 上十年级十一年级的课 甚至AP课 是吧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自己怎么在外面超前把这个知识点学会 那么可以向学校九年级的时候 申请参加 不叫跳级吧 叫优先选一些高级课的机会的这种考试 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 应该说七年级八年级 你应该是要做这些方面的准备 之前跟大家这个分析 这个大学申请表的时候 人家也是从七年级八年级 就已经开始问这样的问题了 是吧 所以几大方面吧 我觉得首先我的一个理念呢 应该说是以数学为基础 以数学为基础 那这个的话呢 就跟你是之后说 我是以后想学文学 想学商业 还是学数学 还是学计算机 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 没有什么关系 整个主线 我认为应该是以数学为基础 为主线的 为什么以数学为基础呢 其实最终还要回到咱们的最终的目标 最终的目标比如说是八门十门 十五门AP课程 你要想达到这样的一个AP课的数量 其实整个的美高的课程设置里边 理工类的科目是非常非常多的 理工类的AP课程 也是占了三分之二的一个比例 三分之二的一个比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就讲了 即便是你以后想走艺术 走文学这种路线 那么你为了达到十门到十五门 AP课数量的要求 其实数学的几门AP课程 物理化学生物的几门AP课程 你是逃不掉的 对 那这就是占了一个很大将近一半多的一个比例 那这个比例 那又不是我刚才说了 又不是你想选哪个AP课程就能选的 那这里边最大的一个前提是什么 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数学 你数学是学到哪个阶段了 对于你能不能尽早的选AP物理化学生物 AP这个Calculus和统计啊 这些课程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数学呢 就是应该来说是你在整个美高生涯里边 选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 一个基础 它往往决定了你AP课的数量和质量 这都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以数学为主线 那么另外一个建议的话呢 那当然很多家长和学生也在跟我抱怨 抱怨什么呢 哎呀万老师我们这个学校呢 AP课程比较少 是吧 那么大部分都是给到了11年级才能选 给11年级的孩子选 我们9年级10年级根本都选不到啊 根本都选不到了 那我们怎么办实现这个超前学习呢 当然了有很多资源 但是我首先不太建议的几个资源 就是所谓的有些机构和某某大学合作的一些个那种项目 那种AP课程的这个培训 当然有用吧 有用 但是我不太建议 但是这里边最大的前提就是说学校不提供 但是我又想提前达到这个有办法吗 有 那就是要找一些官方的机构 当然我更是强烈不建议所谓的有些 去一些培训机构上AP课程 然后只是为了去参加AP考试 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更不建议了啊 因为AP课程最大的一个价值是提高你的GPA AP考试反而是锦上添花的 那么有些机构会跟你讲说 哎呀你来我们这儿搞培训吧 然后就可以参加AP考试了 所以很多家长他没弄清楚AP考试和AP成绩的意义在哪 他把两个混为一谈了 所以这些培训机构呢 他往往也利用家长不懂这一点呢 他就直接说啊 你就在我这儿培训 然后咱们去参加考试 这AP课就有了 那么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点 我今天讲的这些个AP课 是建立在你要把GPA拿到的情况下 啊 那大家知道很多大部分 所谓的AP培训机构 它是没有资格 没有资格或者绝大多数的学校 是没有资格啊 给你发成绩单的 一般要学校这个级别 要是credit 就是所谓的credit 就是教育局要认证了的 那一般就是学术机构了 高中大学 你才有这个资质 那你在高中 说白了 跟你上了一个AP课的课后补习班 其实是没区别 相当于是你自学 找了一个老师学一下 然后你去参加考试 这个可以吗 可以 但是这个指你参加AP课 只到了你应该说只起到了增加你整个竞争力30%的作用 那怎么一门课能达到100%的作用啊 你这门课应该是要么在本校上 本校上不了一定要上一些权威机构的一些课程 比如说约翰·沃普金斯大学呀 杨柏汉大学呀 亚利桑那州立 美国有几个做远程教育 做得非常棒的这种AP课的机构 那大家知道很多美国有很多这种home study的学生 是吧 home study的学生的话呢 他们都是通过这种渠道来实现高中的整个的这个毕业和考大学的资格的 那么应该是走这样的官方的渠道 那这样他们所出的这个成绩单 可不是培训机构的客户辅导 或者说是他随便给你印一个成绩单 而是真的是这是credit的 credit就是真的是算学分的 而且是到时候大学申请 虽然你的这个成绩是独立于你高中成绩的 但是大学申请的时候 咱们两个成绩都交上去的话呢 那么达到是这个他会给你放在一起 放综合成绩 那他是按照五分来算的 那么就达到你很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里边我也顺便提一下 有一些学生还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万老师 我们学校 哎呀 没办法提高GPA好像没有竞争力 为什么没有竞争力呢 我们学校无论是荣誉课 AP课全是四分 最高GPA就4.0 那和相对于那些4.8的人 我是不是又吃亏了呀 是吧 那么这个怎么办啊 这个其实我告诉你这一个小技巧 你在签大学申请表的时候不用担心 你直接写unweighted的GPA 就是我这是不加全平均的 我就是统一标准 那学校呢 他也会明白你的意思 哦 那你这个相当于是你也是一看4.0 就是权益的成绩 是吧 那么你如果看你的是VT的成绩 你即便4.5 他也知道 那你这不是权A的成绩 是吧 因为你你有五分的 有四分的 你没有到权满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一个标准的一个问题 这个你不要担心 有些因为 我顺便提一下 因为还是有一些学生 他们每个学校的评分制度不太一样 有些学校 所有的课都是4分和4.5 只有这两档 有些学校呢 只有4分这一个档 那么你在大学申请里 没有关系 还是可以勇敢的去选AP课程 勇敢的去选荣誉课程 这些都是有价值的 好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万博士 其实这个万博士 今天其实也是稍微的给我 解了一个小小的疑惑 因为我女儿 她这个现在是这个 九年级的暑假 所以她这个在今年呢 她是选了一门这个生物 然后她需要用这个大概是一个月 还是多少的时间 这个要上完一年的课程 为什么呢 她说她未来想选这个生物的owner的这个课程 所以就说今天万博士也解答了我这样的一个疑问 就是说她为什么要在这个学期先选这个基础课 就是说就是一个过程 她必须有这门课上完了 她才能上去去上一个更高阶的课 好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一开始不知道的 所以呢 在这里专门是也以我的经历要提醒大家 好 然后这边我们有两个万博士 再来问一下这个万博士 刚才那位啊 问这个AP的这个 她说想 她说能不能用好的SAT成绩来代替AP 没有替代性 没有替代性 对 没有替代性 对 这个是不能替代的 简单来说 好 然后还有一位万博士我问 她说这个 ACT孩子考了34分 她说想问 这和35和满分36有很大区别吗 她说 是不是要建议孩子再考一次 再考高一点 万博士 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觉得 就是说我只能告诉你 这个级别的已经到35分了 应该说是 应该是在藤校级别的范围之内了 她考了34 其实也是差不多这个级别了 对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已经在这个级别了 当然 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永远你都不嫌高 永远觉得满分才是好的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你如果有精力 你可以去考 但是我想她应该 现在应该是今年 要申请大学的孩子 那么如果她精力分不开的话 把主要精力放在 大学申请这一块了 整体的这个包装 这个润色 什么一个什么形象 出现在大学面前 这一方面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这个暑假应该是 她需要做的一个事情了 我之前跟大家讲 规划很重要 但是临门一角 一个什么形象出现在面前 是很考察一个学生 一个家长的情商的 所以美国的大学申请 难就难在这里 它不仅仅是考察孩子的智商 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孩子 34分的成绩已经很棒了 是吧 但是难就难在大学申请 它不是仅仅看分数 对 它要看很多你情商的东西 那你社会阅历的东西 但这一方面 往往是孩子们不足的地方 因为他们的社会阅历 很有限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应该把重点 放在这方面了 了解 就说这个不要过分的 去追求一个满分了 这个这个级别已经够了 按照万博士的说法 当然如果是这位家长 我不知道是不是家长 如果是你觉得这个 这个问题还想具体来咨询 可以直接来问一下 我们万博士 请万博士给你一些 更多的意见 因为规划这个事情 我和万博士做这个 我们的这个教育节目 做了很久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有经验 而且呢 他真的是会给到大家一些 这个能够让他闪光点 能够这个让大家看到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是要个案来处理 那么也是最后 再跟大家推荐一下文美集团 他们是美国非常著名的 这个华人的教育咨询辅导机构 那么在全美是有12家的办公室 为我们的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那么同时呢 他也会提供美高学业的规划服务 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这个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补习 那么文美集团同时呢 也是美国总统一公奖 官方的认证机构 UC加大的官方合作机构 还有众多的 美国前50的名牌大选的 官方项目的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 美国升学资讯 那么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呢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 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来添加 那么还可以打电话给他们 1888-789-0942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万博士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是的 今天这个话题 我看到了我们很多的 网友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的大家对于这个问题 应该还是想了解的更多 未来我再请万博士 继续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么记得每个月的第一周第三周 还有第四周的周五 每期时间中午一点 我们都会不见不散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节目